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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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本鲁班无子天书祖宗有训 只能看 不能读 留神犯了忌讳 杨晨赶紧住了口 一吐舌头 杨老先生叹道 不过 你这孩子既然能这么快看到无子天书上的字 也算有缘 也罢 看来这鲁班天书注定要在我杨家传场了 他顿了下 又说道 你听着 鲁班天书原本共是四册 分为杨策和阴策 阳策三本 阴策一本 其中阴策就是这本无子天书 是鲁班天书中最为神秘悬傲的部分 现在我就将这阴策传承给你 因为时间紧迫 等三天后 如果你能打败那人 我再将其他三本阳策一同传给你 杨晨大声应怒 我站起身来说 既然你们要传承秘法 那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说着我拍了拍杨晨的肩膀 笑着对他说 加油 杨晨重重地点头 我又看了他们一眼 便走了出去 这次 杨老先生没有再拦我 走到院子里 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坐在台阶上 听着屋内祖孙两人的窃窃私语 不由想起了当初爷爷交给我禁忌笔记时的情景 心中一阵酸楚 却也是暗暗地为他们高兴 说实话 鲁班天书 神奇悬傲 尤其是杨家乃是真本传承 不同于外面流传的那些民间版本 只要是出窥悬傲的人 绝对都难以抵抗这种诱惑 谁不想学会法术 谁不想受人敬仰 谁不想牛逼哄哄 而这些 只要学了真本鲁班天书 立刻就会拥有 但是我却打定了主意 这绝对是不能去偷窥人家的宝物 如果那样的话 我和医生又有什么区别了 再说 我自家禁法还没有参透呢 如果再去修学什么鲁班天书 只怕是贪多嚼不烂 到时候啊 禁忌加深 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尤其是刚刚还听到杨晨念出那句 见者必学 不学段子绝孙 更是让我无语 这鲁班天书虽说神奇 却是有点不讲理啊 难怪世间流传 学了鲁班天书的人 必须得害人 而且里面记载的大多数都是害人的法术 当然是真是假啊 我无法判断 但就从这不学段子绝孙这几个字来看 民间流传还真是有一定依据的 的确是有点恶毒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鲁班的诅咒 想到这里我不有一阵后怕 多亏刚才没看见呢 这要是看见了不学段子绝孙 我的天哪 那韩家本来就剩我自己了 还要段子绝孙 那我非一口血喷死自己不可 就这样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的一颗心也算是踏实的 杨晨和他爷爷学鲁班天书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要留神警惕防备 别让医圣来偷袭就好 还有我也琢磨了 医圣的法术最厉害的还是以魂诗术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法术 他偏在里面藏着个恶鬼立魂 或者是类似山霄之类的怪物 让人防不胜防 至于其他的法术 我跟他硬碰硬 倒也能斗个旗鼓相当 最难防的就是这家伙 来去飘忽 很难让人捉摸到他的踪迹 此时我在这里坐着 说不定他下一刻就能出现在我旁边 虽说我提高精神力可以防着他 但也不能总是保持戒备状态 那样的话还没等开始打架呢 我就先累垮了 我思索着这些问题 顺便给他们充当了护法的职责 杨晨在屋子里始终没有出门 几顿饭都是我买了送进去的 杨晨把自己关在小屋里 捧着那本无字天书 独自苦读 而杨老先生躺在床上 倒是无所事事 却总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询问一些我家中的事 我跟他聊了几句之后才知道 这杨老先生竟然和我爷爷相识 我大为惊讶 仔细一问 原来爷爷前年突然外出游历的时候 就曾经来过这里 我如获之音 赶忙问他 爷爷前年外出究竟是来做什么 但杨老先生却不肯说 只是摇头叹息道 命数啊 命数 果然谁也逃不开 然而接下来 我再怎么问 他又都什么也不肯说了 这真是让我莫名其妙 你说你既然不打算说 又何必引出个头来呢 让我心里这个痒痒呢 但是也是无奈 想来可能又是事关什么秘密吧 我也就没多问 心里想 等三天过后 打跑了医生 到时候 看你还怎么说 就这样 三天的时间一晃而过 期间什么事都没发生 杨晨已经沉浸在那无子天书里 如痴如醉 而杨老先生的伤口 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他的双腿 却是不能再动 我几次 想要替他用驱魂针试试 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 双腿残疾 这对他来说 未尝不是好事 这天下午 黄昏时分 杨晨终于走出了房门 但神情间 却见不到什么喜悦 相反 却有点沮丧 走到杨老先生面前 垂手道 爷爷 我想过了 我 我恐怕不行 我顿时就惊讶了 这家伙 几乎是 一直半地观状态 两天多没出门 直到现在 不说变得多厉害 起码 也该有点进步 对自己有点信心 怎么开口 就说自己不行 杨老先生 却并没感到意外 只是淡淡道 你说说看 自己为什么不行 杨晨举葬道 我本想在这两天里 多学几个法术 但练来练去 却觉得还是不够 那人来历不明 法术变换莫测 我会的这点东西 只怕是对付不了 杨老先生也没生气 没有发动 点头道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我的苦心 就算没有白费 杨晨祈祷 爷爷 你为啥这么说 杨老先生道 你以为 我当真想让你用着区区三两天的时间 就把这鲁湾天书融会贯通 从中找到战胜那人的方法吗 傻孩子 哪个人法术高强 绝不是等闲之辈 就算爷爷和他权力相拼 也是胜负难料 更何况 你这一点点道行 怎么可能战胜 爷爷只不过是想让你自己明白 仅凭着血气和冲动 是没有用的 要对付敌人 首先要头脑清醒 知己知彼 然后还要找到对方的弱点 一击而溃 否则的话 你就算学再多的法术 也未必能赢 这番话听得我是连连点头 老人家说得太对了 其实我也一直不明白 就这么三两天的时间 就想要战胜一胜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 此时听了杨老先生所说 这才明白 原来他只是想要锻炼杨臣的心智 杨臣也是恍然 抓着他爷爷的手 激动道 我明白了爷爷 可是现在时间不多了 待会就要天黑了 三天期限马上就到 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那人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杨老先生微微一笑 指着他手中的鲁班天书说 你可还记得 那人曾经说过 这鲁班天书原是他门派之物 杨臣一愣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杨老先生笑道 破解他的法术的办法 就是这个了 杨老先生说的话没头没脑 我和杨臣一时都没听懂 尤其是杨臣张着嘴 瞪着眼 憋了半天只说出去 爷爷 难道这鲁班天书 真的是他们门派的东西 我忍不住想笑 那医生也真是让人无语 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家的 银镜是他们家的 鲁班天书是他们家的 下次没准就说 我这寒家禁法也是他们家的 感情他是从棒子国来的吗 杨老先生笑了笑说 世间之史 本来就难说清 你也不用去纠结那些 你只要明白 他的法术和鲁班天书中的东西 有近似之处 那就行了 杨臣歪着头想了半天 却还是没明白 我也很是疑惑 看着杨老先生胸有成竹的样子 心中却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脱口道 难道您是想说 那个人的法术和鲁班天书近似 那么 只要学会了鲁班天书的解法 就能破了那人的法术 杨老先生微笑不语 转过头来看看杨臣 杨臣眨了眨眼睛 忽然一拍手说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原来爷爷 你是这个意思 我明白了 杨臣大叫着 转身又冲进了小屋里 砰的一声关了门 再也不出来了 这一来 我倒是不明白了 这到底是打什么哑谜 难道是我刚才说的话 提醒了他吗 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静 没人再说话了 我打开了灯 坐在窗前 看了下时间 差不多快六点了 按照那天 医生所说的时间 应该还有最后几个小时了 我定了定神 趁着时间里 把自己所带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今天晚上 医生若是上门 那必然是各种手段 层出不穷 恐怕难以对付 我得做好大战前的准备 我检查了一下 这次所带的符 老三样里面 镇驱破 三种大约各有三十多张 这是最常用的 而只用过一次的隐字诀 也有十多张 火字诀也有十张 至于前些天 那只写出过一次 还没有用过的定字诀 只有那可怜的唯一一张 说实话 我还完全不知道 这定字诀的威力和效果 你也在手里看了看 却也没法实验 只好又放了起来 估计这个定字诀和 隐字诀打架的时候 也没什么用 有前面的一百多张 也差不多够用了吧 我又摸出了玉皮丘 拿在手里仔细看了半天 发现这玉皮丘背部的裂痕 已经完全愈合了 整个玉皮丘散发着一层 似有似无 柔和的光芒 看着就给人一种 很怪异的感觉 拿在手里 就感觉像是 拿着个宝贝一样 和当初在茶室里 在那抠门老板手里 完全不一样 不过 我并不在意这个 那位谢致老兄的神医 已经不必说了 我现在担心的只有兰宁 也不知道他现在 是活着还是 我下意识的 对玉皮丘滴滴的叫了声 兰宁 毫无意外的 没有半点回应 我又试着喊 谢致君 谢致老兄 依然还是没有回应 我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把玉皮丘收了起来 这个谢致神钧 太不靠谱了 回到家就不出来了 我甚至怀疑 他是不是 在外面怀孕了 回家待产 然后抓了兰宁 当月嫂 我再次摇了摇头 把这扯淡的念头 从脑子里抛走 又拿出血玉斑尺 看了看 这个倒是一切正常 没什么好看的 于是随手戴上 心里却忽然想起件事 起身问杨老先生 对了 前两天 那个医生说 侵入您腿部的力魂 乃是许多魂魄 柔和而成 一入体内 便立即分散 牵移发而动全身 要及时将它们 从腿部驱除才行 否则的话 邪灵入体 后果不堪设想 杨老先生 默然扮赏 缓缓道 那也无妨 我虽然暂时 不能把那力魂驱除 但是控制在腿部以下 还是没问题的 你不用担心 只要能收拾了那个人 一切自然都不是问题 我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心里 还是有点不踏实 却也无妨 只得重新做了下去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开始的时候 我还有点烦躁不安 有点紧张 不过看杨老先生 镇定自若的样子 自觉有点惭愧 想了想 索性盘腿坐在地上 微微闭上眼睛 脑海里回忆起 天书画卷的景色 慢慢让自己沉浸其中 说也奇怪 我一进入 天书画卷的境界之中 整个人顿时就静了下来 周围的一切 在脑海里 都随之清晰起来 我心神一动 人就好像突然到了窗外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我虽然坐在屋子里没有动 但感觉人已经到了外面 而且就站在院子里 外面夜风袭袭 满天繁星 而插在院里 木杆上的一盏灯笼 正随着夜风不断地摇动着 发出暗淡的红光 我心中又是一栋 人又上了房顶 放眼四望 四架里一片寂静 周围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亮灯 耳边隐约的 能听到秋冲微弱的鸣叫 夜风徐徐拂过 有些微凉 弄得我心里有些痒痒的 这种感觉还是第一次有 我站在屋顶 看着眼前的一切 虽然有些朦胧 就像在梦境里一样 但感觉却是非常真实的 那略过耳畔的徐徐夜风 脚下凸起的片片乌瓦 夜空 繁星 小村 周围的一切一切 甚至 那在远处 隐隐若现的群山 看着都和白天的时候 见到的一模一样 我不有有些惊讶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难道是我原神出窍吗 可我刚才明明是坐在地上 沉浸在天书画卷的境界中 怎么转眼就来到了外面 我正想着 忽然发现院门前的小路上 缓缓地走来两个人 远远看去 这两个人似乎有点奇怪 他们走路的姿势 看着有点别扭 慢腾腾的 步履蹒跚 看起来就跟喝多了似的 但晃晃悠悠的 却好像正是奔着 杨家大门走了过来 我心神一动 就忽然来到了大门口 抬眼一看 就见那两人 确实是奔着 杨家大门走来的 而且是低垂着头 双肩不动 双手下垂 脚下一步一挨 走得十分缓慢 而且东倒西歪的 我越发的奇怪了 就算是喝多的醉鬼 也应该是满嘴胡言乱语 行为夸张才对 这俩人走路摇晃 但给人的感觉 却好像是睡着了似的 这又是什么情况 看着这距离 大约还有个几十米 我心念一动 想再靠近一点看看 但这次 却只移动了大约十多米 就再也无法往前了 我愣了一下 随即就明白了 我现在是原神出窍状态 想必有本体的牵制 无法离得太远 不过 有这个距离 也差不多能够看清了 前面那两个人 渐渐走近 定睛看去 却似乎是两个村民 仔细一看 的确是两个村民 但是 这却好像是两个死人 我心中猛的一惊 心神顿时就收了回来 只却眼中警雾一花 脑中微微眩晕 再睁开眼 定神一看 自己却是好端端的 坐在屋内地上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 开口喊道 快 外面有情况 有两个不明不白的人 走过来了 看着 好像不是活人 我话言一路 小屋的门 一下子就被撞开了 杨尘风风火火的 跑了出来 手里抓着那本 鲁班五字天书 满面兴奋 摩群擦掌的说 来得好 我刚想出了 破解那人法术的办法 正好来试试效果 杨老先生半躺在床铺上 文言只是淡淡的说 我这老骨头是动不了了 你们要小心 尤其要注意那人的 魂焰之术 质疙瘩 不可以 向客人 刘 闭